18.2呢 讲到了柳夏慧 柳夏慧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出名的人 在中国的历史当中 讲到柳夏慧的时候 最出名的故事叫做怀不乱 是吧 就是说有一个 有一次这个柳夏慧遇到一个女子 这个女子呢 很冷 后来这个柳夏慧就抱着他 给他取暖 然后这个待了一晚上 但是呢 没有任何复格的行为 说这个柳夏慧是一个真正的人人之士 这是在中国的历史传说当中 故事当中啊 典型的柳夏慧做怀不乱的故事 那其实柳夏慧在当时春秋时期 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只不过呢 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 是非常的正直 柳夏慧为士师三处 这个士师是什么呢 士师就是 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典狱官 典狱长 就是管刑狱的 管刑狱的人 刑狱就是这两个字 刑罚 然后这个狱就是坐牢那个狱 他管的是刑狱 你要知道如果一个人管这个 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 必须得铁面无私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管刑狱的最典型的 这个中国古代的官员是谁 我们今天讲到的 管刑狱的 非常典型的中国古代官员 对铁面无私包青天嘛 对不对 就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你要知道 这里讲柳夏慧为士师三处 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三处 三次被这个贬折 三次被罢免 被辞退 这处就是罢免的意思嘛 三次被罢免 或者叫多次被罢免 那证明这个人铁面无私啊 说白了就是这么一个人嘛 柳夏慧铁面无私 多次被罢免 然后别人就说了 子未可以去乎 人就讲说这个人 这个先生 他难道不可以离开鲁国吗 这个子就是对这个柳夏慧的尊称 敬称 就是先生 说先生你难道不能够离开鲁国吗 你为什么一直死任这个地方 被贬一次又一次 被贬一次又一次 那柳夏慧怎么回答这件事情呢 他就说 直到而世人 冤枉而不三处 他说如果我是保持正直 在今天这个时代 我如果做人做事 我是以直到形式 保持正直 你觉得我去哪里 我不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就是我去别的地方有用吗 是一样的 我现在在这里被删除 不是因为这个地方不行 是因为我自己的做事风格 铁面无私 我估计我到别的地方 也会再去得罪心的人 也会一样的被再次的罢免 对吧 再次的弹劾 如果我不走直到 如果我走的是网道 我不再是铁面无私 对吧 而是这个 跟大家相互的勾结 如果是这样子做事 何必去父母之邦 那我为什么还要离开我的国家呢 父母之邦指的就是 自己的这个国家 就是这个本土本国 也就是说 18.2其实记载的是 柳夏慧的一件事情 但这件事情是 具体是谁讲的 在这个论语当中 没有明确的说 肯定是孔门 有的时候聊到了 这个柳夏慧 对不对 然后就说到了 柳夏慧曾经有一段 故事有一段对话 就是说他作为一个 这个铁面无私的典狱长 曾经多次的被罢免 那别人就开始劝他 人说你怎么这么蠢呢 不聪明呢 你都来回的在这被罢免 你干嘛还在这个国家待着 然后柳夏慧的答案是什么 就是如果说 我的这个脾气不改的话 我去哪都得被罢免 如果说我非要改的话 我也用不着到别的地方去 这是十八点二当中 柳夏慧所讲的这一条 那么这一条 其实咱们今天在读论语的时候 可以把前面的这个故事 不要太重视 但是你着重重视的是 后面这一段 直道而世人 燕王而不三处 往道而世人 何必去父母之邦 这个就是中国的文人的这个操守 对不对 有的时候大家总会劝一些 这个命途多船的人 说你为什么不改变一下 他说我改变什么呢 如果我改变我的做法的话 我用不着离开这个地方 如果我改变这个地方的话 而不改变我的做法 其实我到哪里都是一样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我觉得发挥一点 已经脱离这个十八点二了 发挥一点 到我们今天的学习生活当中 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 就是环境始终是外部的东西 关键是你自己 如果你自己是直道而世人 你走到哪儿都是一个待遇 对不对 如果你自己是往道而世人 你也是一样 你去哪儿 你也不用去哪儿了 所以我们 我记得这两天 有时候做直播 还会有人在直播间里面 跟我聊起来 就说自己孩子的学校怎么样 老师怎么样 我当时就讲 我说大家去读读论语 论语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观点 是什么 君子求诸己 对不对 所有的事情从自己身上来想 想明白自己 其实所有的事都就想明白了 反过来讲 就是你对这个世界感到迷茫 或者感到不满的时候 往往其实是因为 你对自己感到迷茫和不满 用这个柳夏慧这一套逻辑来讲 是一个道理 对吧 你说 哎呀我这个学校不行 你这个孩子这个学法 在哪个学校都是一样的 对吧 你说我在这个学校学不好 那你在别的学校也一样 反过来就是 如果你能在这个学校学的好了 你何必非得心心念念的 说我要去一个什么什么样的 其他的学校 就这么个道理 吧 就听到这个学校 我就是一种学校的学校 就是身边来的 也行